防疫没有这么简单 大开我们的国家现在都会进行了一波大流行 BA4和BA5的变异株传播速度很快 感染也很容易 那目前有很多人都是重复感染 它已经变成世界各国新冠病毒的主流株 在美国这一波大反弹的疫情里面 让73%的美国人口都在新冠疫情的中高风险区 美国现在的疫情升温可以用几个数字来看 两周以来美国平均每一天的新增确诊超过10万率 增长率是6% 因此美国疾管局郑重呼吁 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应该恢复公共场所 还有室内的口罩令 把口罩重新戴回脸上 另外BA2同时出现了新一代的变异株 是BA2.75 全球有10个国家已经发现了 现在全球旅行在夏季大爆发 沙奥地阿拉伯的卖家 今年预计会有百万人进入朝圣 才开心没多久 口罩又要带回去 73%的美国人口 现居在新冠肺炎感染中风险与高风险地区 虽然扫兴 但有鉴于53%的美国新增病例是感染BA5这种 Omicron新变异株 其逃避抗体能力强 已打破无敌新兴神话 过去两周美国平均每天都新增 超过10万名新冠肺炎病例 增长率6% 尽管BA5本身轻症或无症状比例高 怕的是重复感染会提高个别病患死亡几率 不得不靠人品防疫的时代 从纽约到洛杉矶 疫情似乎没等到秋冬就反扑 艳阳高温挡不住BA5 凡人的是救助BA2 在6月初起出现新变种BA2.75 逃避抗体能力更强 已出现在全球10国 美国食药署不仅放宽 辉瑞药厂的抗病毒药物 Pax Lovett 可不经医师直接有药技师开药 也批准12到15岁青少年 BNT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还有7100万美国人至今一剂疫苗都没打 减少疫苗接种风险才能提高施打率 不过现今全球大趋势已是 疫苗跟不上病毒 没有更多奢侈的时间去检验新型疫苗安全度 各疫苗大厂莫德纳 辉瑞与Novavax都已在研发测试 针对Omicron的改良型疫苗 欧洲小品局目前持观望态度 今年秋天在欧洲施打的可能仍是只能防御BA1与BA2病毒株的疫苗 但美国政府已经等不及抢先签下32亿美元采购合约 追加买进一亿多剂BNT疫苗 包括针对BA4和BA5的改良型疫苗 尽管全球疫情超乎预料 在秋冬之前就多点再起 很多人还是迫不及待出国旅行 尤其是有些一生必去的行程 使经力既把石头扔过前方人群头顶击打石壁 象征打击魔鬼的头石里 是伊斯兰信徒麦加朝圣必要的仪式 每个前程穆斯林医生中至少要去一次的麦加朝圣行程 过去两年都因疫情肆虐暂停 像他一样口罩戴紧紧的朝圣者不是很多 但今年预估有100万朝圣者 其中至少85万人来自海外 等于国际性大规模群聚 奋力投食希望打击魔鬼的人们 也希望病毒能被彻底击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Zither Harp Zither Harp